满南侠跟额掌带王娄寒宇 在地印子里这儿 看见这几个女子了 满南侠 发现自己的弟妹 陆氏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也在这里 大哥呀 您的沈娘 我的婆婆得了重病了 多方求医 医治无效 听说白云冠有个活神性 在这儿舍药 灵啊 什么病都能治 我为了婆婆上这儿求药来了 没想到我求完药 刚走到西边的脚门 被两个小道士给拦住了 说活神性 有话要问我 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我一看不好我要跑 这个小道士 愣把我拖到这间屋子里 大哥呀 死的那个老婆子 就是活神仙的老婆 硬逼着我们伺候那个破老道 逼了我们一天一宿了 我们挨了多少鞭子了 多亏呀 刚才来个赵老干爹 救了我们 不然的话 要让老道看见 我们不知道是死是活 这干爹出去 老道也追出去了 还不知道干爹是死是活呢 什么 门南侠一听自己的地没露事 一口一个干爹 一口一个赵干爹 不呀 这个赵干爹他是谁呀 哎呦 大哥您怎么问我呀 他是您的干爹 我怎么知道啊 我哪里来的这么个赵干爹 大哥 就是那个小脑袋官 小鼻子小眼的 他说他是您的干爹 您是他的干儿子呀 即使您的干爹 就是我的干爹 我也得叫干爹呀 我就跪下磕头 叫干爹 这露事一口一干爹 一口一干爹 门南侠气疯了 心说准时的赵臂蒙他 门南侠鼻子都快气歪了 鹅掌带王 楼汉一在旁边听着这乐呀 心说赵臂这小子 跟谁都开玩笑 门南侠 你别管他是谁了 咱们先把这几个女子带上去吧 三个姑娘 一个妇人 跟着楼汉宇 门南侠出了地印子 上来了 出了西闲房 到了院里 一问这孙玉堂啊 赵臂还没回来呢 您别瞧门南侠 怎么说 门南侠着急呀 就让孙玉堂 留在这罐里头 照顾这几个女子 看这几个老道 跟着额掌带王 楼汉宇就窜出白云罐 去寻找这小脑袋官 谢这鬼照币 两个人往北走了 走了半里多地 黑乎乎的 看不见一个人 楼汉宇心说 这照币没能的 孔老道能力太大 也可能孔老道早把他给杀了 不然的话怎么没动静啊 就是没发生什么意外 这大黑天的上哪找去 门南侠跟楼汉宇正在着急呢 门南侠用手一扒了楼汉宇 不呀 老爷子你瞧 顺着门南侠手指的方向一看 又大北边来一高大的黑影 看不清楚是谁 这两个人呢 就藏在道旁边的树葱里头了 等那黑影离这近了 看出来了 就是这老道恐跪恐太昌 新鲜 老道双臂在后边被绑着呢 一边走一边哼哼 气得 等离这更近了 这两个人发现这老道身后 正是小脑袋官赵壁 楼汉宇心说有意思 这赵壁愣把这大老道给逮住 两个人刚要出来说话 门南侠一停 一揪着额掌戴王 两个人站住了 就发现在这小脑袋官赵壁的后头 还有一小个 跟赵壁是长得一模一样 一个模子磕出来似的 活脱脱的 又一小脑袋官 这回可把满南侠 额掌戴王楼汉宇闹懵了 怎么又出了一小脑袋官 咱们输回头 再说小脑袋官赵壁 赵壁跳出了白云观的短墙 往北跑 这老道在后边追呀 赵壁在前边跑 这孔贵玩着命的追 越追越近 越追越近 眼看要把赵壁给追上了 突然间就听赵壁说话了 这谁在转头啊 呱唧 这赵壁来一大马胖 孔贵在后边呢 诶 赵壁啊 我看你还往哪跑 该找你死在我的剑下 他举宝剑就扎 就瞧赵壁一回身 你扎我的头宝吧 孔贵一听 蹭了一下往后的 窜出一丈多远呢 再一看 这赵壁空着手 什么都没有 赵壁是借这机会 爬起来就跑啊 孔贵气坏了 继续还追 眼看要追上了 赵壁又说话了 哎呦 这是谁的西瓜里啊 呱唧 他又来一大马爬 孔贵追到面前 举宝剑就扎 连废话都没有 突然间赵壁一回首 你赵不打暗器 孔贵腾腾腾望后 倒退了好几步 一侧身 这赵壁爬起来又跑 把孔贵给气他 赵壁 我只要追上你 你再打暗器 我都不躲了 赵壁爬起来还跑 孔贵就在后边追啊 眼看要追上了 哎呦 哪来的水条子 呱唧 他又来一大马爬 孔贵心说 这回你还往哪跑 往前一迈步 这脚尖一点赵壁的后腰 举宝剑就奔着赵壁的后心扎 赵壁一回首 赵不打暗器 滴溜溜就打了一捂 正打在孔贵的腮帮子上 哎呀 把孔贵给打得这叫唤 打掉了两颗草牙 孔贵一着急 没吐出来咽了 孔贵低头一看呢 赵壁打出来的 是他穿的一只鞋 那么 赵壁穿的一只鞋 怎么这么厉害呀 愣把孔贵打得 槽牙都掉了 赵壁这鞋啊 跟别人的鞋不一样 他这鞋上钉子躲 赵壁在衙门口当差 好家伙 苏州府八班总代班的 没事他出来溜达 溜达到休闲的摊 在鞋摊那一站 辛苦师傅 呦 这不是赵头吗 什么呀 你有什么事啊 您稍点嘞 把我的鞋上钉俩钉子 您瞧 挺好的鞋 您盖什么钉钉子呀 他把金膜呢 老师傅拿过鞋来 帮帮给他钉两个钉子 多少钱 俩钉子呢 我还跟您要钱 那谢谢您了 这赵壁呀 溜溜达达 又奔那鞋摊了 人家这师傅 邦邦 又给钉俩钉子 所以赵壁这只鞋呀 前头十二只钉子 后边十二个钉子 前后二十四颗钉子 他知道 这回恐贵追他 头一回赵壁 要是用鞋打 这恐贵准得躲 第二次还不保险 所以头两次赵壁都没打 第三次他把恐贵稳住了 他刚趴那 他就拔鞋 所以把鞋脱下来了 恐贵脚尖一点 他后腰眼 他一反手 扒网出一扔 啪唧 就把恐贵这塞旺的打了 等恐贵躲开了 打完了 蹭蹭蹭 他再跑 嘿 这下可落大了 这赵壁一只脚有鞋 一只脚没鞋 跑起来 各地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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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也跑不快 恐贵在后边追 赵壁心说搞坏了 我没法再蒸发宝了 这恐贵高声喊嚷 赵壁 你哪儿走 递上 我就把你脑袋棍揪下来 这赵壁有着眼 他喊 只要有一线希望 赵壁都不愿意死 哎 我说 过往的神灵 听得见听不见 我是小脑袋棍赵壁 后边追我的 是恶老道 孔贵孔太昌 有那过路的狭狠意识 帮我拿嘴 这小脑袋棍赵壁啊 每逢遇到强敌 自己被人追的 追的样不下袋的 眼看要被追上了 他就使这手 这手有两种用意 一个呢 是扰乱敌方 他这么一喊呢 后边的人就会怀疑他 你为什么这么喊 是不是前面要埋伏了 所以后边这位追他的 一疑心脚步自然就会慢点 这样呢 他借机会就能跑 再说了 赵壁在江湖上是挺有名的 就连坏都坏出了名了 尽管他名声不怎么样 他还交了不少的朋友 万一又能撞上个朋友 撞上个侠肝义胆的 也就要帮手了 帮着自个儿 俩打一个仨打一个 自个儿不是能活了吗 所以他看人要追上了 他就高声喊嚷 玩赵壁 哪帮忙 他这一喊呢 这回老道 信说赵壁 你再喊 我不信了 他这喊声 已然吓不住 这坏老道了 孔贵还越来越高兴 他知道 赵壁他道不熟 出白云观望北 不是大道 是荒林野坡 没有一股正经的小道 白天呢 看不见人 晚上呢 更没人了 所以孔贵 先说你不熟悉地理 你喊破了嗓子 嘿 也没人管你 这恶老道 腾腾腾往前追 是越追越有劲 离着赵壁 可越来越近了 赵壁是一边跑一边喊 一边回头 他瞧这老道 离自己太近了 这保鲜夹 要往前一扎 离自己后心 也就韭菜叶 这么薄了 这赵壁啊 跑着跑着 撑 他冷不丁的 他改变方向了 绕过一棵大树 他往正东跑 他冷不丁的一拐弯 这大老道一愣神 这功夫 赵壁又跑出几十步去 哼 孔贵气的冒火生烟 好小子 你跟我玩这一套 他一坐脚 蹬蹬蹬 往正东就追 追了一段 马上追着了 赵壁 冷不丁的 穿一拐弯 往正南跑 孔贵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就转弯 嘿 孔贵接着往前追 赵壁转 他也转 转了好几个弯了 孔贵可明白了 这回孔贵要追上了 赵壁呢 马上要转弯了 孔贵心说 小子我做好了准备 我等着你 小脑袋官呢 不知道孔贵算计他 猛的叮的 又要往西拐 没想到孔贵先行一步 宝贵就在西边 等着他呢 哎 这回该赵壁愣神了 他这一愣神 孔贵上去 蹬一脚 就把赵壁踢趴下了 孔贵拿脚踩着 小脑袋官赵壁的后 又宝贵尖对着他后心 好小子 你可真坏呀 累得我真喘 你在苏州 我在昆山 我招逆逆逆了 相继几十里地 啊 你想办法去拆我的庙 今天倒要飞 宰你不可 赵壁横 杨伯 杀我 管我 随你这边 哎 你得听我说几句呀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这赵壁呀 提高了嗓音 冷不丁的喊了一声 救命呀 这一嗓子差点把老道气死 这恐贵呀 以为赵壁要说几句正经话呢 或者是求饶 没想到 他憋了半天 他喊了一声救命 好 你喊 赵壁 你喊破了嗓子也没有 明年这个时候 就是你的周年 孔贵两只手 攥着宝剑的剑板 他气坏了 腕子一用力 就要往下炸 就在这结构眼上 就听身背后 有人喊了一声 这叫倒拿毛啊 这一嗓子把孔贵吓得一机灵 深更半夜的 自己身背后 突然间有人来这么一嗓子 不由得回头一看 唰的一下 飞抓破链锁就飞来了 正好抓住孔太成的头发 这个人他 就趁着老道子们一愣神 把这容神猛的望后一拉 哎呦 扑通一声 就把这孔贵 拉了一根头 赵碧这小子可真够利索 大老道一趴下他蹭起来了 过去把孔贵的后腰一踩 这摇山洞小片刀 就压在孔贵的脖子上 孔贵 我在苏州里的昆山随的 仙哥属实里 你赵太爷不但拆你的命 还割你的牛鼻子 把孔贵昌气得是真魂出窍 可是刀 搁到脖子上了 没话可说呀 小脑袋官赵壁呀 他嘴里说 搁他牛鼻子 其实他也不敢杀 他总得想想后果吧 旁边人帮忙 没人帮忙 逮着老道 我是官人 我得把他交给地面官人呢 我不能杀他呀 嘿 我说 老大 哎呀 我杀你赵太爷 我还想留你两天 他呀 就用自己的小刀 把这牛鼻子老道 腰间的丝掏挑开了 顺了顺 就把这恶老道 倒在二倍 绑上捆结实了 他用劲啊 累得孔贵昌之之牙 赵壁竟在这儿 照顾这孔太昌了 就把旧他这位 给扔一边了 连个招呼都没打 这位不高兴了 慢慢地捣完了容神 从老道的脑袋上 把这非抓拨链锁摘下来 他就瞪了赵壁一眼 心说 我帮你拿住老道了 救了你一条命 你能谢谢我 嘿 你跟这老道聊上了 你都不理我 你可不够朋友啊 他越想越生气 就从鼻子眼里 哼出了一声 哼 其实 赵壁根本不想怠慢他 这是救命恩人 因为他被这恶老道 孔太昌追的呀 太累得哼了 差一点死在老道的现象 老道忘后这么一痒呢 这赵壁不知道 因为什么呀 来不及他想呢 等他把老道捆上了 他是又累又怕呀 两条腿一发软 就坐在老道身上 心说这地方软软糊糊挺舒服 我先吵个气吧 听到旁边有人 哼 对啊 我这还一恩人呢 赵壁站起来 顺着声音一瞧 嘿 小脑袋官赵壁差点吓一跳啊 我这撞进鬼了 这小子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 这个小脑袋官是谁呀 书中暗表 这个小脑袋官家住北京东边三河县 姓黑 这小子叫黑市捷 像当年黄天霸的父亲 黄三太 保着鹏宫 攻打穆良州 他手底下有个英雄 姓黑 叫黑哨 人称铁斧头 就这次打仗 黑哨战死了 彭的人 当时呢 就派人把黑哨的尸体 运回三河县 给了他家里边人呢 留下两千两银子 那时候啊 黑市捷还小呢 这黑市捷啊 跟小脑袋官赵壁一样 生下的五只短小 脑袋官小 他不成比例 所以呢 街坊邻居 就叫他小脑袋官黑市捷 这黑市捷 您别瞧长得不怎么样 他天生的降肿 生下来就喜欢武艺 七岁的时候 开始练这非抓拨链锁 常言说的好 不怕千招会 就怕一招熟 这黑市捷 每白天没黑的练 孰能生巧 练起来得心应手了 百发百中了 这能力可就大了 名声也就出去了 一般人练的非抓呀 用的是一张二的绳子 这黑市捷练非抓 用的是两张四的绳子 比别人长一倍 他个儿又小 所以练到后来 黑市捷能力大了 能够隔墙取物 隔方接球 所以呢 他又得一外号 叫长臂同子 就是说的胳膊长 您想啊 别人胳膊长不过三尺 这黑市捷呢 连胳膊在非抓拨链锁 两丈五还长 您说长不长 黑市捷脑袋锅小 心眼可不小啊 常言说的好 人小鬼大 这黑市捷啊 心眼多 他坏 净出了坏点子 三河县这块地方 谁都管他叫坏小子 有一天 有人就跟他说 黑市捷 你坏吗 你可坏不到家 你要是坏到了家 嘿 你能出大名 你能露大脸 你听说过没有 苏州府 师大人手下 有个小脑袋官照避 黄天霸是八班总督头 这小脑袋官 是八班总代班的 那师大人手底下 多少老手英雄侠义 得听照避的 坏啊 有名的坏小子 武林中人没有不知道他 还都怕他 他有个外号 叫坏事包老剑客 黑市捷 你要坏的够这照避一半 也能成名天下 甭说当剑客 起码当一个坏事包老侠客吧 黑市捷一听这话 他动心了 对啊 我这非抓破链所练成了 我找赵碧去 跟他在江湖上闯荡闯荡 有机会 我闲信咱黑市捷的能耐 露露脸 我也承出大名 这长臂通死黑市捷 拿定了主意 带点银子 千里迢迢来到苏州府 找一客店住去了 他一打听 苏州府衙门 还真有个赵碧 八班总带班的 他呀 天天上大街逛呀 他还真跟赵碧 见了几回面 嘿 他看见小脑袋官赵碧 这副尊容他也乐了 我们俩怎么跟一个脯子 磕出来的似的 只不过赵碧呢 比他大几岁 黑市捷心说 当我老师正合适 可是我认得他 人不认识我呀 我得想办法认得 小脑袋官赵碧 黑市捷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下回再说